現在我在這裡 我看到了 你好 早安 早安 現在日本是 東京幾點現在 現在是9點06分 9點06分 朱惠講在東京這幾天會特別緊張嗎 自從緊急發令之後 街上幾乎 老實講那些比較散華的地方 人特別特別的少 這個緊急 叫什麼 緊急 緊急宣言 叫緊急宣言 它發布來日本的民眾 大家都是開始緊張起來嗎 因為我在疫情剛開始出去的時候 也在日本 發覺說好像日本民眾都是超淡定的 對他們很淡定 而且我是覺得他們 基本上我們普通的生活就是很遵守 比如說洗手 戴口罩 感冒一定戴口罩 所以大家就覺得 這個病好像是我們平時都有做到的 所以其實也不是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慢慢的到了這個病 去到世界各地 除了中國以外還有世界各地 他們就開始緊張了 尤其是在歐洲那麼嚴重 美國那麼嚴重 所以我看到之前大家都討論的話題 就是在日本東京 逃離東京這樣那個課題 現在我們在畫面上看到 這是在池袋是嗎 你看到嗎 朱惠 對 這是我在緊急發令之後第二天拍的 那我就看 我就去了池袋 池袋是個很熱鬧的地方 你看現在人那麼那麼的少 對 真的是很冷清 這是大地鐵 對 我們下去 這個池袋 就是說我去的時候 大概是早上10點多 本來應該是很多很多人的 可是幾乎很多店都沒開 那麼當然旅客用的地方也沒了 那我們又跑到那個樓下去 就超市只有超市在開 所以跟我們的情況是一樣的 購物中心是開著的 可是其他店面都沒有開的 像超市這些必須的部門才開著 可是即使開著的話 還是有很多的那個檔口 是可能就沒有營業 或是沒有做生意就對了 對 做生意的時候 那一定要遵守 就是說一定外面 一定要有這個消毒業 然後大家都一定要把手弄乾淨 然後才到超級市場去 我看了一個新聞標題 他說逃離東京 很多在東京的人逃到甘崩去了 請問真的世界有這樣的現象嗎 確實的 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那很多人都覺得 一些東西那麼緊張了 我是不是應該逃到外面去 因為到外面去 比如說一些人在清景澤 也就是卡瑞昭 有別墅 那邊好多別墅 那別墅跟別墅之間也差很遠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邊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 到了那裡以後 他們去到超市 還是那麼多人 還是被感染的 那麼還有另外一點 就是本來在東京住的一些學生 他們覺得爸爸媽媽都擔心了 你們快回來吧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 像東京就相對來講 就更少人了 大家都回到比較鄉下的地方去就對了 對 我們這裡好像 現在好像在過年 東京老實講 就是說到那些比較繁華的地方 都看不到人 真的好像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回鄉的那種感覺 現在我們看到 就是在購物中心底層的日本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去日本的時候 都很喜歡到購物中心 像這一類的 這個 是人頭川中 而且很多美食的 現在真的是非常冷靜 我看到店員多過顧客了 對 這個地方其實我經常去那邊買天點 我特別喜歡 因為那邊到處都有大的牌公司 可是現在那天點 只能在小區裡面買 還是買得到 在小區裡面買 對 所以你跟這個 剛剛有一個保安家 跟你繼續 舉了兩次工 然後剛剛這位帥哥在幹嘛 他跟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要停業一個月 現在看到這個便當 因為緊急事態宣言第二天的話 東京有一點亂象 就是上班族變成午餐難民 找不到東西吃是嗎 是啊 所以剛才你們看到這個便當 其實它是做居酒屋生意的 也就是以撒開爾生意的 因為現在居酒屋 很多可能都要被封了 所以他們只好賣便當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Uber 我們現在也有 我去採訪的時候 我看到好多Uber都在跑 所以可見大家也都是在叫外賣 而且我聽到你跟他們聊天 他們好友善喔 你跟他們講什麼他們都會理你 不像我們這邊 是嗎 其實我覺得日本人 唯一一點不好的 就是他們還沒有社交距離 所以這次我就看到他們在排麥當勞 我還跑上前就告訴他們 你們有沒有這個社交距離啊 他們嚇了一跳馬上往後退一步 所以這個是已經被你講了之後 他們退一步的一個畫面 對對對 然後這個學生 他是一個學生 他也是賣這個Uber Eats的 然後他說他的生意現在特別好 他決定趁這個一個月 就是拼命再賺這個零用錢 賺這個零用錢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他剛開始突然間這樣子的話 餐廳沒有開 所以很多上班族還是要上班 不過說到上班族 我想問一下祝惠就是 我今天也看過一篇報道說到 其實日本還蠻難實行在家辦公的 有這回事嗎 是啊 我們在前幾天還看到一個報道 就是說 才有5%的人在家裡工作 也就是說很多外資企業確實有做到 可是日本企業很難做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要營業的話 一定要去見客人 而且他們很多都是要face to face 比如說銀行啊 還是很多人要去銀行拿錢 那還是要face to face 而且跟日本人的一些文化是沒有關係 跟日本的工作文化是不是有點關係 是的 我想很多年紀比較大的一些人員 可能他們還不熟悉這個online 所以很多這個hang out 你們所謂的hang out 其實我今天才剛剛知道怎麼用 太多不同的視訊了 對 那老闆是不是一定要看到員工 才覺得他們在辦公 在日本的文化 對 他們老實講他們經常要check 所以這個日本的這些年輕人 可能他們 我也挺害怕的 他們是不是能夠只是在家裡辦公 還是他們會偷跑出去喝咖啡啊幹嘛的 所以我覺得挺難做到的在日本下 不是嚴格的一種沒有法律限制嘛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想出去 我覺得待一個月這很辛苦欸 我覺得對日本來說其實不容易 因為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 所以如果不把所有的這些店都關掉的話 我覺得是很難很難的 嗯 現在公共交通各方面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新加坡今天開始真正所謂的 這個安全距離 所以日本在公共交通方面 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嗎 規定規範之類的 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如常 就是說即使是沒有人 很少人上班 所有的這個班次還是造走 那麼很多的巴士還是造走 根本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大家還是 就是你要出去是可以的 這樣子還是 大家有這樣子的一種觀念 對 這樣子更令人擔心不是嗎 對啊 所以我老實講我在這裡 我是挺感覺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確診數字 到底是不是很正確的也很不了解 所以我就覺得說 在這裡其實有一種很不安 一直都會不安這樣子 從我從新加坡過年回來之後 這兩個月來我盡量說 不要出去 可是我看到大家都出去 當然要採訪的話 工作的話當然要出去 可是我覺得一些老太太們 還是這樣到處亂走 然後一些年輕人 還是去卡拉OK 還是經常去居酒屋 所以像那樣子的地方 是最容易感染 對 而且居酒屋這些地方都很小 地方很小 大家通常沒有記在一起 對而且喝了酒以後 再說話就比較大聲 這些都是感染源 口水就會比較容易噴內 對 所以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老實講都比較緊張 我都要找一些有陽台的地方去吃 而且日本不像說新加坡 我們有Hawk Center 這種比較多 都是屋內的 屋內比較要冷 對吧 對應該真的是 東京現在很多人到上班 像剛住會講 只有5%的人在家工作 所以上班族很多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為什麼他們早吃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請問現在日本的一些醫療用品的話 他們現在OK嗎 因為我們去那個時候的話 是買不到口罩 很難買到 那現在的日本的醫療 我們先講民生的用品 比如說口罩 消毒液是OK嗎 我其實我從2月初回來之後 我就一直沒有買到口罩 因為一來非常早要去排隊 排隊很早 那當然很多時候不允許 那排到來可能沒有 因為它不像說其他國家 或者說像台灣一樣 韓國一樣有限制的 就是說它就是讓你們自由買 那很多人買了 囤起來 就讓其他人買不到 那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醫療中心都沒有口罩 那麼這些洗手液都很限制的 我們只能就是說盡量有的人就用 沒有的人就用肥皂洗手 因為我們在日本通常 肥皂都是有消毒的功用的 所以他們如果到交通工去的話 不是更加急 可以想像喔 因為日本的人潮不像在新加坡 上班人都也不像他們多 所以我聽你這樣講的話 他們還是很所謂的佛系抗議 就是還真的還沒有進入狀態 我覺得非常佛系 而且我覺得如果這個病沒有到 自己很親近的人發生的話 大家其實真的沒有這個危機感 可是當發生了之後 這種傳染是很大的 我曾經看到那個新聞報道 就是說可以說一家人 就是說有一個人到比如說去掃墓回來以後 那老太太她嚴重了 她把她的這個病呢 都傳給她全家人 然後她全家人出去 又傳給更多人 所以這樣子 一傳十十傳百的事情 是很有可能的 嗯 學校停課嗎 嗯 學校呢 是東京都停課了 可是一些比較 確診數字比較少的地方 他們就決定要開學了 所以現在安倍就是 安倍首相呢 就是放兩個禮拜的停課 再加一個這個假期 那接下來呢 假期結束了 有些地方就要開 開學了 對 對 除了東京還有這 所謂的七個緊急地方 可能就不開 那麼今天呢 有個比較新的消息 就是說愛知縣跟京都 可能也要被列入這個緊急宣言 所以呢 這個範圍呢 可能是會按照這個確診人數擴大 因為不過大的話 比如說我在東京 我不能剪頭髮 理髮用關了 會跑到隔壁的其他縣去剪啊 所以這樣子的情形 根本已經鎖不住人啊 對對對對對 其實昨天文宏他在新聞當中 有聊到 像日本有某一家電視台 如果呢 就是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他還是繼續播 跟烹飪有關的節目 請問是真的嗎 還有旅遊節目喔 好吸引人喔 所以你說有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覺得 欸我也好想去那地方 清景澤現在正式要進入櫻花 非常美的時候 你說這櫻花對人的影響是多大 我們也可以知道 就是說東京當時呢 三個禮拜前 就是因為聯修 大家都不好去看櫻花 所以現在這個確診數字 真的是直線上升 所以在電視上還可以看到 類似這樣的一個旅遊美食節目啊 對啊 到處去吃到處去玩 完蛋了 老實講我現在都不敢發這個旅遊的稿件了 還看旅遊節目做什麼 他們不是行動受到管制 還是出過也是受到影響嗎 只有那幾個區 那七個區受到影響而已 可是那個旅遊節目 日本很多他們國內自己的旅遊節目的 國內的 國內的旅遊節目 很多的 國內的旅遊節目 所以 對 那公司可以啦 可是你在後面 你就要說 現階段我們先讓你介紹 不會的 沒有的 之後我們再一起出行啊 對 我們應該老實講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online的時候 我們也感覺到 我們可以再利用這個時期 做一些比較計劃 我們疫情過後要怎麼樣嘛 對不對 其實很多日本的公司 不用政府講 他們自己也在策劃 比如說一些旅遊的公司 他們其實做很多有關 那他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旅遊的時間 去稍微 反省一下 比如說明年奧運要來了 那奧運來之後呢 這一定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旅遊 遊客一定大量的來 我想呢 日本很多的旅遊界 他們現在雖然是屬於一個 比較 安靜 沒有生意的時候 可是他們會利用這個時間去策劃 甚至於搞一些online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online 在這次的疫情裡面呢 其實給日本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他們可以盡量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很多藝人 都在online上面表演 那很多這個交響樂團 他們可以搞一個60多人的交響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家自己的家裡 拉小提琴各方面的 他們可以搞這樣的 所以日本這方面我是覺得 還是有他的前景在 那就是說他們對這個 他們是要抱著一種希望 在這危機中去抱著一種希望去看 而不是說非常悲觀的 整天對著確診數字 我們要為將來去策劃的 這樣子的一種很有啟示的一種想法 對一種心態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在現在 如果當然我們做好自己的工作之餘的話 你一直在那邊心煩 然後其實也於事於補 所以像朱惠講的 像日本的一些企業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心態規劃的話 其實也不錯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另外一面的佛系 另外一面的佛系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有出門的嗎 你說 你自己有出門的嗎 我兩天 就是那個第二天我去採訪了 當然我自己也要出門 要不然我家裡 其實我沒有存糧 那麼很多日本人 日本現在政府也叫人家不要存糧 因為大家都可以去買東西 那早餐呢 我其實很習慣在外面吃早餐 可是最近就是比較難 因為我去的早餐的地方 都是比較咖啡店 都是人的很小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就經常在家裡做早餐 就是很多生活習慣都要盡量改變 那你知道我們當記者的不出去是不行 欸還有個很奇怪 我就覺得說 我們現在還是照樣可以去記者會 所以我們的記者群裡面都在說說 哎呀糟糕接下來感染群可能會不再 記者群 對因為你還是去記者會 然後也沒有保持安全距離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對一些地方他確實有保持距離 可是還是早開 所以像衛生部什麼的 都是還是照樣開記者會 當然他也會發那個 抵抗禮物給我們 可是還是很多人想說 尤其是日本的記者 他們必須要到場 所以你自己本身做了什麼防範措施嗎 比如一到家裡就洗澡啊 其實老實講我是覺得 再怎麼做的話 就基本的上我們以前也做了 平時也做的 當然我覺得日本呢 日本人是沒有這個沖涼 我們所謂的沖涼 就是shower的那種習慣 所以他們就是到溫泉啊 或者在家裡洗那個泡澡 所以我覺得 作為新加坡人在這裡 我一定很習慣這個 所謂的沖涼 所以我回家一定沖個涼 先洗澡 你看他們連那個 我們還看到那個報告 不要說等到晚上才泡澡這樣子 連醫學院的 醫學院他們怎麼好像聚集在一起 他們也成為一個感染群嗎 對不對 是的 醫學院也是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日本 其實他們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嚴格了 可是為什麼還是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所以從日本這次 這個確診人數的多來看 我是覺得說 一般的清潔工夫都能做得不錯的 日本都這樣子了 所以這個病毒真的不好搞 嗯真的不好搞 好了 謝謝 今天這個我們這裡是公地 我們還是有很多朋友 上來關心一下這個東京的情況 也這個 我們也很想念東京 我們大家都很想念東京 我也希望說疫情快點結束 你們都能到東京來 我是真的很期盼 我現在真的很少看到 很多人都跟我這麼反應說 他們很想念日本 對 真的 那你們要好好保重 希望他們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那你自己要好好保重 謝謝祝惠我們的聯合早報的日本特派 福祝惠跟我們進行連線 謝謝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